如果全新的M2 MacBook L到了 一起来开箱 我的是16加1TB版本不到15000 其实剪视频16加512就够了 这次特意选了新配色新光色 来一起来吧 机器我们先放一旁 这是新的MagSafe编织线 然后说明书三毛凭证 最后是35瓦双C口的充电器 撕开给大家看一下 可折叠插角还是挺精致的 来咯 哇 哇 我觉得这个颜色真的是太好看了 大家觉得它跟午夜色哪更好看呢 女生绝对要选这个 给大家看一下厚度 这是跟M1L的对比 因为M1是楔形的设计 看起来会很薄 但其实后面比M2厚不少的 而且也比M2重了50克 大小几乎是一样的 但屏幕尺寸由13.3增加到13.6英寸 来看一下里面 来两侧边框的对比 顶部边框的对比 确实变甲了很多 但也带来了这个方值1080P高清摄像头的小刘 OK几乎完成了 除了全新的设计 我最感兴趣的就是这块屏幕了 亮度由400尼特升级到500尼特 除了让它在强光下的显示更清晰 也让它支持了HDR视频播放 而且M2L这次带来了四阳镜系统 再加上本就轻薄的机身 抱着VG当然很爽 我之所以对M2不感兴趣 一是因为M1当时太惊艳了 以至于它现在还能满足我 二是M2性能提升不大 介于M1和M1 Pro之间 即便剪个视频能帮我省个三五分钟 我又不是干剪辑接活的 省下来的时间并不能转化为生产率 我一直很喜欢苹果MacBook Air这条产品线 因为我一个短视频创作者 算不上什么Pro用户 Air家用出行都能满足 而且轻薄 出门携带在家抱着都更轻松 苹果的笔记本产品线很丰富 花自己的钱就买最适合自己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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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